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广州战区视察 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这个梦想是强国梦 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 强军梦的本质属性是什么 习近平在2012年12月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 提出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而奋斗 在2013年3月召开的 12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进一步把建设一支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明确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党的十九大明确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使建设一支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 世界一流军队 这是总结我们党 建军制军成功经验 适应国际战略形势 和国家安全环境发展变化 着眼于军队建设 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提出来的 听党指挥是灵魂 全军官兵认真落实 政治建军防队 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坚决听从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能打胜仗是核心 全军官兵牢固树立战斗力 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扎实抓好军事斗争准备 锻造招之急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的精兵禁律 作风优良是保证 全军官兵坚持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 持之以恒 推进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自觉践行 人民军队根本宗旨 强军梦是国家的梦 军队的梦 也是每个官兵的梦 全军官兵牢记强军目标 坚定强军信念 现身强军实践 朝着实现党 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 胜利前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